而画面上这位大老板呢 他是台湾第十三大的富豪 他是赵腾雄 今天难得在东森财经新闻镜头前 要公开他的养生心法 今年六十八岁的赵腾雄呢 靠着自创的养生操 不仅呢像刚刚那样您看到的 他能够轻松的下腰 还能一口气走十个小时的路 很难想象三十八岁的时候 他曾经被医生宣告 只剩下三年可以活 一起来看看赵腾雄的独门养生法 左右抓一抓 要循环几次 循环几次 差不多就再来二十次左右 镜头前难得秀出 做了二十多年的养生操 远雄集团董长赵腾雄 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 但是坚固可是比许多年轻人 还要嫩Q 赵腾雄当年白手起家创业 如今身价超过五百亿元 每天要管理几十家企业 很难想象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 却是爬山做运动 差不多每天六点会爬山 爬了以后就找一块平地 再走一走 然后就走完了 就开始会做 整个自己发明的一套体操 趁着周末假日 特地参加五七健康同学会的讲座 这位健康大亨 平易近人 和民众一起做运动 还能得在东升财经新闻的镜头前 谈起年轻创业时 曾经经历的一场生死节 由于他在商场上越挫越勇的斗志 赵年雄以过人的意志力 渐延渐久培养爬山的运动习惯 终于战胜并魔 让他成为营建业的天王 对于房市走向 更是话剧也更当 台湾因为这一年多来都是在打黄 那现在应该最快都已经过去 所以我认为现在是购买的最好机会 乐观看待美国Q13 和欧洲宽松货币政策 能够带动房地产的荣景 甚至国内房产龙头 赵年雄的看法 也给低迷的台湾房市 多了一点希望 东升产业师